今天凌晨,欧冠小组赛第二轮先战八场,颇具冷逸。 黄马克长云比一输给莫斯科中央陆军,半人主场云比一战品埃角赫斯,曼林主场云比令战品瓦伦西亚,一较两强由文图斯和罗马分别的主场取备大胜,曼城客场,二比一逆转获分寒姆,一组中,半人主场云比一战品埃角赫斯。 开场三分钟,罗本右路船中,胡梅尔斯缠上头垂破门。 第二十一分钟,埃角克斯连续配合打穿待人防线,马斯拉为左脚抽射得手扳平比分。 另一场比赛,本菲卡克场三比二战胜来点雷一KT补助战的赛梅多打进绝杀,F组中,曼城客场,二比一逆转获分寒姆,艰难的拿到首胜,开场近45秒。 主队德米尔巴一直传,贝勒福迪单刀推胜入网,第七分钟,大卫席尔瓦金踩之塞,萨内横传,阿奎罗进区内统设扳平,第86分钟,获分海姆计为失误,大卫席尔瓦进区内断球抽射绝杀,领昂入场,二比二战平断涅茨克矿工,可对迪莫莱斯每拍二度棒助球队领先,穆萨登被来第69分钟扳回一分, 渡过第71分钟扳平比分,第组中,莫斯科中央陆军主场一比零击败黄马,开场不到一分钟,克罗斯后场回船失误,弗拉西起场断后射门得手,随后黄马猛攻无果,三次击中了门框,主队门将 埃金费耶夫最后时刻被罚下,莫斯科中央陆军获胜后登顶小组级分保,罗马主场五比零大胜比尔森胜利,哲科在上半场没开二度,下半场仁德尔和小科鲁伊维特获到比分,不时阶段哲科赛进一球上演帽子戏法, F组中,尤文图斯主场三比零完胜年轻人,开场第五分钟,伯努奇长船,迪巴拉轻巧电视破门,第三十三分钟,马图伊迪大力射门被扑出,迪巴拉不射再下一程,第六十九分钟,曼珠基奇挑船,花德拉多横船门前,迪巴拉打电空门,上演帽子戒法,尤文图斯新赛系各向赛事九连上开局, 曼联竹场与瓦伦西亚互交白卷,全场猛攻,但是并没有制造出绝佳机会。 1小说的好色,暗 太阳? 1小说的雨时,他可以尽一下怎么看。 2小说的雨时,暗 太阳光暗所,暗 更高船啊。 2小说的雨时,暗 太阳光暗所,才能消失 Past、可真是暗门的雨时,暗 太阳光暗所,更暗将将远 très后的雨时,暗 太阳光暗所, where你病人都没有袖起来。 2小说的雨时,暗 太阳光暗所,夜前来,述霍崩峰。 2小口暗所,无法刚lingen就会被这个冷暗所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